几个月前,我要订婚了,可这时候,小舅子闯进我的生活,她在家只穿一条三角裤,用我的钱给主播打赏,可我女友却为了她把我的事业毁掉,细雨纷飞,我下车后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站在外面抽了根烟,看着家里的灯光,我没有一点温暖,反而有一种畏惧,没办法,总得回家,我打开门。 未来的小舅子穿着一条三角内裤,坐在沙发上玩着手机,妈的,看见三角裤几乎包不住的那一坨,我心里骂了一句,真是不知道女友家的家教是什么样的,小舅子都二十多了。 在我家竟然只穿一条三角内裤,而她姐竟然好像习惯了似的,完全不在意,关键是。 我她妈和我女友发了两次牢骚,我女友还不高兴,说我事多,做人没有边界感到这种程度,我也是很服气,开花,回来了。 我女朋友也坐在沙发上,一边刻瓜子一边问道,她似乎对我未来小舅子的那一身熟视无睹,我恶狠狠地看着未来的小舅子,可她拿着手机看直播,三角裤几乎兜不住那么大一坨,恶心。 恶心死了,今天怎么样?我女友站起来帮我拿包。 生意已经上了正轨,我疲惫不堪地说道,这几天我已经打开了局面。 我找准时机,做了点小生意,是里面最大的商场,在推广网上商城的概念,处置卡92折,我办理一批卡,然后96折给批发商,趟挂到闲鱼上卖,虽然利润不高,但好在资金周转快,而且最重要的是无风险,三万块钱的本金投资,收入三万一千二百,这个周期大概只需要两周就可以完成。 我已经完成了最原始的积累,网络商城推广能维系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而两周4%的利润,无风险套利,利滚利算下来,我能挣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周边的村镇我已经开发出来,给村支书扔两包华子,支上桌子,下载个爱就有一百元,无数老人家们排着队来送钱,开花。 女朋友听我这么说,她的手微微一僵,我心里冒出一个不好的感觉,小舅子在沙发上玩着手机,虽然一句话都没事,但她只穿了三角裤的样子,让我莫名心烦,小凯需要一点钱,这个月我的工资已经都给她了,好像还不够。 我警惕地看着女友,你那面能不能帮个忙?女友问道,我这面刚理顺各种环节,我跟你说过。 再说,上个月不是刚给她五万吗?开花,我弟弟那的确急用钱,女友的语气从温柔到冷力,只用了一秒钟,你怎么这么小气? 两周才有百分之四的利润,你那也叫生意。 小舅子在沙发上抬头瞥了我一眼,笔说道,这还少,无风险套利,还是利滚利,一个月有八点几的利润,她竟然说这利润低。 的确,这件事并不起眼,也很难落入现在张嘴闭嘴,年薪百万的年轻人眼睛里。 可小舅子她会什么?每天就知道看直播,给主播打赏,假装富二代,奸懒缠华不说,在家还只穿个三角裤,没有教养,没有底线。 我和女友本来准备订婚,可就因为小舅子上班不到一个月就辞职,一直住在我家,而我女友展现出极其诡异的伏地魔气质,这才让我产生了犹豫的情绪。 现在,我最担心的事果然来了,虽然我知道这件事早晚要来,远远,不行。 我坚定拒绝,我女友听我这么说,脸上瞬间布满寒霜,我们事业刚起步,有。 没等我说完,女友抬手把手里的瓜子扔到我脸上,你就是没把我弟弟当自己人。 女友愤怒地说道,陈开华,我算看错人了。 女友给我下了,最后通牒,我保持沉默,不给,肯定不给,他弟弟就是一个无底洞,来家里住了几个月,让我看清楚这个人,游手好闲,好意务劳,这些词用在他身上绝对不过分。 他还爱慕虚荣,为了主播嗲嗲地叫几声凯歌,他就大把大把给主播打赏。 而我女友一点都不管他,他弟弟要钱就直接转账,他的工资不够,就问我要,甚至我有时候还会怀疑他和我女友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故事,我女友的呼吸都变得沉重起来,我知道他是真的生我的气, 但我可以对他家的亲属好,可不能无止境地,这几个月我们俩挣来的钱还有我的积蓄,家族创业基金几乎都扔到他弟弟身上,我搞不懂他弟弟为什么会舔着脸一直要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开始冷战,我并不在意,因为小舅子的出现,我和女友的感情已经出现裂痕。 从前听说过伏地魔,可亲身经历后我才知道伏地魔这种生物的可怕,宁愿分手,也绝对不给小舅子吸血的机会,我忙了一天,早就累得不行,但回到家连口热壶饭都没有,可我早有心理预期,自己煮了带方便面,简单洗漱就沉沉睡去,第二天一早,我要出门的时候拎起背包,重量不对。 我心理一正,一个不好的预感营绕在我心头,难道,打开背包,我看见里面红乎乎的现金已经消失不见。 妈的,昨天晚上,宋元趁我睡着,把我的钱给偷走了。 宋元,我的钱呢? 我看着正在给小舅子做早饭的宋元,严厉问道,昨天晚上,我去自动存款机存起来了。 他很轻松地说道,面对这种回答,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笔钱是我要做生意的钱。 之所以是现金,是因为农村乡镇的老人家们只认红票子,置起桌子,桌子上放着一打紫红票子,只要注册就给拿一张。 那种鲜明的视觉刺激,绝对比转账强烈很多倍,可就因为是现金,所以才被宋元偷走,半夜存起来,不用问,宋元说是存起来。 但我估计,这笔钱已经转给他弟弟,陈开华,看你那小气劲。 宋元比一的说道,你那点小生意,也叫生意,我弟弟有本事,就是少了启动资金。 你帮一把能怎么样? 看你那德性,借你点钱,跟要了你的命似的,至于吗? 那是,我的钱。 我几乎一字一句地说道,你的你的你的,你有没有把我当未婚妻? 宋元昂着头看我,厉声问道,自从我弟弟来了,你再也不提以后,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吗? 你不就是嫌我弟弟是个累赘? 做人做成你这样,真是够了。 他是正在摸索经验,很快就能出人头地。 很快,看着平时知书达理的宋元,一提到他弟弟,就变成不讲道理的泼妇。 我也是很福气,我弟弟是我们老宋家的希望,我当姐姐的,肯定要帮他。 陈开华,你真以为我离了你活不下去? 要不是被你拖累,我分分钟找个更好的。 宋元越说,声音越大,越说越愤怒,我叹了口气,我不愿意内耗,不愿意把宝贵的精力用在吵架上。 我更愿意尽一切努力去让未来变得更好,可我剩下的最后一点家族创业资金已经被转走。 一想到这里,我浑身的力气就像是被抽空了似的,圆圆,钱转走了吗? 真的转走了吗? 我小声问道,就几万块钱,还有零有整的,怎么跟要你命似的呢? 宋元满脸鄙夷地说道,他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答案已经很明确了,没办法,只能这样,我垂头丧气地离开。 背后听到女友宋元说我小气地牢骚话,这笔钱不多,的确不多,但那是家族基金里我能支取的所有,在宋元的弟弟无数次地索取后,仅剩的那部分,毕业后,我想自己创业,不想进入家族企业担任高管。 所以,支取了属于我的那笔钱,宋元并不知道这笔钱,他一直认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刚开始的几次创业都以失败告终,但赔得不多,这些失败也让浮躁的,我也安稳下来,看上了这个无风险套利的机会。 所幸的是,基金并没有太大的损失,一直到宋元的弟弟来我家,他总是一笔一笔问我要钱,而后转手就打赏给网络主播,最开始,我还不想为此,伤害我和宋元之间的感情, 但每一次忍让,换来的都是他们姐弟俩的得寸进尺,直到昨晚,最后剩下的钱,竟然被宋元都偷走。 转给他弟弟,创业失败的我,只能回到家族企业担任高管,妈的。 我心里骂了一句,我不想回去,我想像当年某位国内首富一样,靠着家族基金启动,日进抖金,但这一切都变成了肥皂泡泡,我漫无目的地在路上行逛,沿途想着自己的未来。 下午,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先生,您好,我这里是,你在缅甸吗? 我认为是诈骗电话,便细血问道,对面的人证了一下,你说什么我都不会信的,不用在我这儿浪费口水了。 我淡淡说道,这也就是无所事事的日子,如果是昨天,我根本没时间和他说哪怕一句话。 先生,我这里是房产中心,您有一户房子要抵押,房子我有,但绝对不会抵押的。 我冷笑道,现在的骗子,智商真是越来越低,临江路212号,上岛小区二栋302室,对吗? 来办理抵押手续的人是宋女士。 我愣住,宋女士,宋元竟然要抵押我的房子。 我们俩还没结婚,她该不会蠢到偷了我的钱之后,又要偷房产本吧。 她怎么会这么过分? 你在哪? 我问道,房产经纪给了我一个地址,我急匆匆地赶过去,不是骗局,我进了中介所,一眼就看见宋元,宋元,你要干什么? 我弟弟缺钱,宋元迎上来,泪眼婆娑地看着我,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我无奈地看着他,他弟弟的确缺钱,可他不是创业,不是做正经事,而是缺钱给主播打赏,几万几万扔进去,就为了听主播嗲嗲地叫凯歌,这他妈是凯子,不是凯歌,开花,你再帮我一次。 宋元柔声说道,把房子抵押,把我弟弟渡过这次难关。 他要干什么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不知道他弟弟干什么,就要抵押我的房产,这理由荒谬到了极点,也可笑到了极点,你知道抵押房产借来的钱要多少利息吗? 我问道,宋元摇头,你知道你每个月攒下来的钱能覆盖利息吗? 本金怎么办? 要是你和你弟弟还不上怎么办? 不可能,我弟弟特别能干,就是没机会。 宋元很坚定地说道,他就是缺少一个机会求求你了开花。 要不是小舅子在我家混吃混喝几个月? 天天游手好闲,我估计我就信了,真是不知道宋元心里想的是什么。 甚至这时候,在我心里一想到未来的小舅子,我就马上想到他的三角裤和随时随地走光的那一大坨,心里除了恶心之外,没别的感觉,不行。 我坚定说道,你这人怎么这样? 宋元见我说话,丝毫没有回旋的余地,他怒视我的眼睛,大声说道,你真以为我离了你就活不下去? 和这个没关系,你弟弟要是真能干,那就请他自己去打拼。 房子是我爸妈给我买的,严格意义上来讲,也不属于我。 陈开华 宋元见我不同意,愤怒地吼道,真是遇到事儿才能看清楚一个人。 我跟你谈朋友谈了多少年,你他妈睡了我多少年,我弟弟要用点钱你,竟然都不肯。 点,我冷笑,把我百万的创业基金一点点借走,直到只剩下几万块钱,最后干脆一笔偷走,断了我创业的路,这我都忍了。 没想到,宋元他竟然想要抵押了我的房子,还没提前跟我说。 幸亏宋元脑子里都是江湖,要是换个精明的,怕是我这么相信他,他能把我给卖掉,尘开华。 我警告你,你别后悔。 宋元恶狠狠地瞪着我,我不清楚宋元家的关系,难道伏地魔是这么可怕的生物,未来的小舅子可以在家只穿一条三角裤,每天好吃懒做,但在宋元眼里却是天底下最优秀的人。 不可理喻,完全不可理喻,我摇摇头,分手吧。 没等我说,宋元便坚定地说道,我被气笑了,就因为你背着我要抵押房产,而我不同意。 这还不够吗?而且我不是背着你,我们已经要订婚了,这是我们未来的共同财产,结果你却要分得一清二楚,我看订不订婚也没什么重要的,还是分手吧。 我默默看着宋元,心中莫名悲伤,在一起六年,我和他一生中最好的六年,如果没有未来小舅子莫名其妙地出现,我想我们已经订婚,并且在努力实现我们美好的未来。 为什么一个正常人,一个温婉可亲,知书达理的正常人,会变成这样,就那个扶不起来的,每天只知道给直播打赏的弟弟,竟然是他们老宋家的希望,这一切都让我无法理解,他们老宋家估计没有希望,眼前只穿着一条三角裤,几乎挡不住那一坨的小舅子,出现在我脑海里,就为了他。 他是他们老宋家的希望,这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好笑的笑话,好,那就分手吧。 给我三天时间,麻烦你不要回去。 宋元恢复了理智,但只限于对我,他要和我分手的想法特别清晰,我现在就在外面租房子,只要租到后,就带我弟弟离开,给我点时间。 好,我点头同意,既然要分手,那就给彼此留一些体面,三天后,我回到住处,打开门后,一股臭气迎面扑来,屋子里到处都是屎黄色,墙壁上写着一个大大的死字,是用屎写出来的。 妈妈,我被惊呆了,心里轻轻地骂了一句,这一定是宋元的弟弟宋凯干的。 他心里咽不下这口气,临走的时候,在屋子里拉了炮屎,又在墙上用诗写下诅咒,这种小孩子的把戏只能恶心人,我叹了口气,根本没进屋,准备找宝洁来收拾。 下楼,迎面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过来,只是这次他穿的衣服,并不像是我记忆里面只穿一条三角裤的模样,沉开花,你他妈敢跟我姐分手,你个不要脸的渣男。 宋凯迎面走来,指着我的鼻子骂道,我们分手,还不是因为你,你是早就在外面有人了吧,别以为我不知道,每次你回家累得跟狗一样,你外面的女人不光一个吧。 我正正地看着陈凯,完全搞不懂他这句话的逻辑在哪,他是不是总在想象自己被那些主播环绕的样子,所以才会有这种错觉,宋凯难道就不知道挣钱很难吗? 也是,他需要钱,只要跟他姐说一声,我就会转账过去,就我姐蠢,他才信你每天出去是打拼。 陈凯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子。 那我去做什么? 我哭笑不得,你做什么不重要,我需要那么点钱,你都拿不出来,还有脸说自己出去打拼。 够了,我真是烦透了这个无聊,无耻的家伙,喷宋凯一拳砸在我脸上,我他妈让你跟我姐分手。 喷,我他妈打死你个没用的东西。 宋凯像是疯了一样,一拳一拳砸在我脸上,身上,我被他莫名其妙的逻辑弄得不知所措,我也没打过架,很快就倒在地上,捂着头躲避致命的攻击。 宋凯打累了,喷着粗气说道。 陈开华,你个狗娘养的,我不会和你姐复合的,别做梦了。 我捂着鼻子,鼻血长流,有这种让人恶心的小舅子,哪怕我和宋联之间有在深厚的感情,也早就消耗殆尽,复合。 做你的美梦吧。 宋凯哈哈大笑,你竟然以为我是来找你,让你跟我姐夫合的? 开什么玩笑,我就是来打你一顿出出气。 我姐找了新的男朋友,我姐夫说了,给我那一大笔钱创业,我一下子挣住,滚烫的鼻血流过。 像是有人在我脸上倒了一杯热水,这才几天,宋元就找了新的男朋友,他难道真的为了他弟弟,什么事都能做? 看着倒在地上的我一脸猛逼,宋凯得意的哈哈大笑,一脚踩在我脸上,沉开华,以后你有多远滚多远,别再来纠缠我姐。 这次,就是个警告。 一瞬间,我恍然大悟,原来宋凯是来警告我不要出现,不要让他新找的男朋友知道我的存在,看着宋凯离去的背影,我坐起来狠狠擦了下鼻血,这对姐弟真是够了。 我没想着要去弄宋凯,我心里只有庆幸,幸亏宋凯来家住得早,让我一早就认清楚了他和宋元的真面目。 如果拖到见双方家长,订婚的步骤,一切都会更尴尬,洗了把脸,我觉得精神多了,看着镜子里鼻青脸肿的那个人,我笑了,就当从前是一个生活跟我开的古怪玩笑吧。 虽然被欺负到了骨子里面,但我还是很开心,因为创业基金被我挥霍一空,所以我只能回归家族有人一直跟踪我的财务水平,并且提出建议,长辈们对我最后的表现表示满意,虽然我还是没挣到钱,但在他们看来,我已经具备了最基本的素质,有半个月后,我回到一家家族企业做董事。 兼任销售部的副经理,陈董,今晚给您举办了一个接风宴,总经理笑咪咪地跟我说道,谢谢,公司的内部很和谐,今晚的接风宴带家人一起,这样的话气氛更轻松,您也不用拘束。 总经理道,当晚,我来到公司举办宴会的酒店,既然总经理说,其他人带着家人一起来,所以我也没盛装出席,而是穿着随意,以免大家拘束,来到酒店,迎面看见宋元挽着也秃顶老男人的手臂下了车,我看见了他,他也看见了我,宋元和我都愣住。 他有些尴尬,但尴尬在一瞬间便消失,他上下打亮了我几眼,嘴角露出一丝鄙夷,跟他们一起,下车的还有宋凯,他也看见我,脸色顿时黑的跟锅底一样,宋凯大步走到我面前,沉开话,你怎么还阴魂不散? 他压低了声音吼道,酒店是你家开的,我戏学问道,一瞬间,我明白了眼前这一幕,秃顶的矮胖子是部门副总,也是宋凯嘴里说的那位肯给他拿钱创业的主,我顿时感觉这个世界很荒谬,沉开话,我警告你。 宋凯拉着我来到角落,我听到后面秃顶的矮胖子问道,小凯在和谁说话,一个狐朋狗友,宋元慌张姐试了一句,抱着秃顶矮胖子的胳膊,快速进了酒店,见他们进了酒店,宋凯嚣张起来,沉开话,是不是上次我打你打得不够狠? 你把我手下留情当成事,我就是来转转,爱着你什么事? 我微笑问道,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不就是我从前借了你点钱,你心里不甘不愿? 你这种小气巴辣的人,也他妈陪说是男人? 滚滚滚,要不然,小心我整死你,别在这里动手,有保安的。 我笑呵呵地说道,宋凯犹豫了一下。 手握拳在我面前挥了挥,我不理他,连一句话都懒得和他说,进了酒店,酒店进门后有一个大牌子当路标,上面写着今天与会的各位姓名,看什么看。 宋凯比一道,你以为你和公司的董事叫一个名字,就能进去蹭吃蹭喝? 人家叫陈开华,你也叫陈开华,人家是上市公司的执行董事,你他妈就是个街溜子。 滚滚滚滚,正说着,秃顶矮胖子忽然出现,你是圆圆的前男友吧? 秃顶矮胖子问道,宋凯的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 你是? 我微笑着问道,我是历神蹦夜的财务老总。 秃顶矮胖子冷冰冰地说道,远远没说,但我一看就知道你肯定和他有关系,请你离开这里。 秃顶矮胖子道,你就是个无所事事的小混混,你要是在骚扰我,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哦,我看着秃顶矮胖子,微微一笑,我不管你是怎么知道,今天我们公司团建消息的,我只要你马上消失在我眼前。 秃顶矮胖子昂头看着我的眼睛,一脸不屑,你不就是想讹钱吗?说吧,要多少? 钱,你不是为了讹点钱才来的吗? 秃顶矮胖子冷笑,你这种二流子我见多了,别以为我真的怕你。 你就是一坨屎,我只是单纯的怕脏了些。 对不起,我是来参加公司宴会的。 你 秃顶矮胖子假笑一声,就你,也配。 我配不配的不是你说的。 保安,他拉着我的衣服大声喊道,薛总。 保安一溜小跑过来,立正,敬礼,一切都有模有样,把他撵走。 秃顶矮胖子看样子懒得和我说话,直接让保安撵我走。 什么东西? 秃顶矮胖子恶狠狠地说道,亲爱的,别生气嘛。 宋元小心翼翼地凑到他身边,乖巧温顺地道歉。 放心,我绝对不会再让他打扰你的生活。 你说你也是,有什么话提早跟我说? 我这不是怕你误会吗? 有什么误会的,这种二流子我减多了。 他还真以为我会给他钱,竟然在我面前端起来。 秃顶矮胖子说着,哈哈大笑,保安抓住我的胳膊,要把我带走,把他给我踹出去。 这是五星级酒店,这里是上市公司的团建,怎么能让二流子混进来? 秃顶矮胖子嚣张吼道,几名保安慌张抓住我,看样子真的要把我一脚踹出去。 好顺了秃顶矮胖子的心意,你们干什么呢? 总经理慌张跑过来,秃顶矮胖子还在洋洋自得,他和宋元显摆着男人的雄风,沉浸其中无法自拔,没注意到总经理的表情。 马总,一个二流子想要混进咱们公司的团建被我发现了,您忙您的,正面我处理。 二流子,总经理惊恶,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秃顶矮胖子一眼,对,他说我是二流子。 我把衣服抖平,无所谓的说道,沉董,沉董,不好意思啊。 总经理深深鞠躬,一脸忐忑。 沉董,秃顶矮胖子见总经理的模样似乎想起了什么,没事。 我拍了拍马总的肩膀,这位薛总是哪个部门的领导? 咱们公司里还真是人才济济。 总经理从我的话语中听出来不高兴,他马上一脚踹在秃顶矮胖子的腿上,赶紧给沉董赔礼道歉。 秃顶矮胖子没喊疼,他的脸上满是冷汗,哆哆嗦嗦地来到我面前,深深鞠躬。 他又矮又胖,情急之下深深鞠躬,脑袋差点没碰到地面,亲爱的,宋元傻乎乎的,还没看懂发生了什么。 站在一边小声说道,秃顶矮胖子一动都不敢动,保持着鞠躬的姿势,肉眼可见,因为肚子里的肥油太多,这个姿势下顶的他无法呼吸。 一张脸已经开始辫子,宋元上去想要让他抬起腰,可在我面前,刚刚还叫嚣着的秃顶矮胖子哪里又敢,沉董,这是,哦,有点小误会,没事,起来吧,薛总。 我淡淡说道,听我这么说,秃顶矮胖子这才直起腰,他满脸胀得黑子黑子的,我都担心他再万一会腰就要把自己憋死过去,亲爱,宋元一句话没说完。 秃顶矮胖子回头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如果目光可以杀人的话,现在宋元已经是死人了, 秃顶矮胖子的眼神,吓得宋元连忙闭嘴,陈开华不就是个接溜子吗? 有什么了不起?宋凯小声地嘟囔了一句,接溜子。 总经理差点没被气地笑出声,上市公司的董事,江南鼎鼎大名的陈家的顺位继承人,他们竟然说是接溜子,走吧,没必要和他们纠缠。 我淡淡说道,陈董,实在不好意思啊,总经理还在给我道歉,我摆了摆手,身后, 传来秃顶矮胖子压低的声音,你们给我滚,亲爱的,谁是你亲爱的,你他妈差点没害死我。 秃顶矮胖子恶狠狠地说道,他好像还没缓过来,说话上气不接下气,他也没什么钱,平时还总做一点莫名其妙的事。 陈凯小声唠叨,是不是认错人了?他是江南陈家的人,是我们公司的董事,没什么钱。 人家秃顶矮胖子说着,声音都发抖,真没见他开豪车,带名表。 你以为有钱人都跟你一样傻逼吗? 秃顶矮胖子骂道,说着,他就转身离开,姐夫真的不是认错人。 谁是你姐夫,傻逼。 秃顶矮胖子直接开骂,姐,夫,宋凯支支吾吾吾地说道, 他真的是你姐的前男友。 秃顶矮胖子问道,是啊,他没什么本事,每天就知道在外面瞎忙,说是要自己创业。 结果做一次赔一次,我想要点零花钱,都像是在他身上弯肉。 宋凯牢骚道,他坚定地认为刚刚看见的那一幕有什么古怪,还有呢? 没什么,就是我要在游戏里买点装备,需要几万块钱,我姐把她的现金存起来转给我,结果她就开始不高兴,还要和我姐分手。 秃顶矮胖子眼珠子转了转,姐夫,他真的不是,是不是你们公司里有谁要搞你啊? 宋凯问道, 除了你们俩,谁他妈你能搞老子? 秃顶矮胖子用眼神阻止住宋元和宋凯跟着自己,急匆匆参加团建宴会,他刚进宴会厅,总经理便拦住他,小靴。 马总,您说,您说,最近几笔财务支出都有问题,你先回公司,把账目做清楚,做好自证。 总经理当着我的面说道,秃顶矮胖子一下子正住,他用哀求的目光看着我,自证是公司给你的机会。 你是公司的老员工,有什么为难的你,提前讲出来,没人会过多难为你。 过多,过多,我双手插兜,微微一笑,马总经理是怕我生气,根本不给秃顶矮胖子任何机会,也不给我发飙的机会,冷汗在秃顶矮胖子的额头渗出来。 他的身体似乎有些僵硬,不断地想要弯腰鞠躬,但颤抖下满身肥油都在抖动,根本停不住,赶紧回去吧。 总经理冷声说道,马总,马总,您再给我个机会。 秃顶矮胖子连声说道,机会,最近你换了一家走账的供货商,就是外面那个二货吧。 总经理不屑地说道,拿公司的钱倒来倒去,你真以为我不知道? 秃顶矮胖子脑门上的汗水一滴一滴滑落。 赶紧去吧,小穴。 总经理严肃说道,不要把公司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轻易放弃。 秃顶矮胖子腿一软,一屁股坐在地上,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他是总经理的心腹,如果没有我的存在, 这点小事,总经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偌大的公司还能没点浑水吗? 可正因为我从天而降,再加上宋元、宋凯姐弟二人,你闪开,我要找我姐夫。 宋凯蛮横地吼着保安,强行闯进来,他毫无眼色,秃顶矮胖子瘫坐在地上,宋凯却没看出来发生了什么。 宋凯快走几步,来到秃顶矮胖子身边。 姐夫,我想起来一件事,你怎么坐在地上啊,起来起来,别着凉。 他拉着秃顶矮胖子要站起来,但矮胖子腿脚发软,已经变成软脚线。 姐夫,后来我姐要抵押他的房子借点钱,我肯定马上就还。 结果他小气地要和我分手,这事我完全不想说。 但,你说说,这种人能是上市公司的董事? 秃顶矮胖子,不知道哪来的力气,从地上一跃而起,一拳砸在宋凯的嘴上,我看见几枚亮晶晶的牙飞了出去。 妈的,谁他妈派你来搞我的? 秃顶矮胖子虽然矮小,被酒色抽空了身子,但是关前程,甚至是关他有没有牢狱之灾。 已经豁出去,看着秃顶矮胖子和宋凯扭打在一起,我叹了口气,总经理会议,招呼保安把他们拉开,秃顶矮胖子喘着粗气,鼻青脸肿地说道, 公司的流水你必须三日内归还,要不然等着接律师寒吧。 三天,你不说那事,宋凯还没说完,秃顶矮胖子又要冲过去堵住他的嘴,可惜,这次有保安拦住,宋元正正地看着我。 看着在我面前,卑微得像是蚂蚁一样的秃顶矮胖子,开华,你,你,我是这家公司的董事。 我淡淡说道,本来我想自己创业,但基金被你弟弟都挪走了,我也没好办法,只能回来上班。 宋元毕竟比宋凯明白事,他听我这么说,脸色白得像是一张纸,开华,以前是我错了,你原谅我这次好不好。 宋元眼睛里荡漾着水波,已经都过去了,没什么对错。 我淡淡说道,至于你弟弟,要是那笔钱花光了的话,怕是不太好解释。 毕竟是上市公司,有极其严格的财务审查。 宋元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三天时间太少,那就给你一周时间把亏空补上。 听人叫你凯歌听得爽,希望以后你不是在监狱里听人这么说,说完,我进入宴会厅,我相信马总经理知道我的意思,也相信宋凯有一个他完全堵不上的窟窿。 至于以后,宋凯绝对不会有钱再去打赏主播,他和宋元一生都要为这笔钱奔波,而我和宋元的感情,早就淡去,以后应该也不会相见。